字幕志愿者 所以我先请到一个特别来宾 来陪我开场 就是《扎晃电视塔》的吉祥物 TVB有多大 好啦 其实呢 刚刚Kent上说的那个出场 特别的出场就是 它要从后面的塔上跳下来 我满期待的啦 我想看看它上面跳下来的时候 会不会尖叫呢 这个《扎晃电视塔》有147公尺高 听说尖横要跳下去的高度 其实只有27公尺 大约9层楼高 就连国小三年级的小朋友 也来玩真是太有勇气了 所以我想这对 已经是大朋友的健衡来说 应该不是问题吧 首先要一个加起来 真的要跳 我说健衡啊 有好好的路不走 非要挑战高空坦跳出场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 救命喔 不要走车啦 看到健衡坐在平台上 连我也开始替他紧张了 天上快要跳下来了 3 2 1 Dive 耶 你怎么在这里 节目的开场怎么可以没有我呢 你怎么找替身 喂喂 健衡 特别为你准备这个完美的出场 你怎么临阵脱逃啊 还找工作人员当替身 害我们都期待了一下 其实啊 我们的工作人员 也怕高跑到屁屁错 上场时 手脚都在发抖 不敢往下跳 还要求负责高空坦跳的人 推他一把 惊险刺激的高空坦跳后 赶快来去吃点东西压压劲 听说只要去一个地方 就能吃遍北海道所有的料理喔 是我们好康的地方 就在札幌的大通公园 一年四季都有大型活动再次举办 像是冬天的雪季 夏天的啤酒节 秋天则有这次我们要去的 丰收美食季 这个呢 我们看到了超多美食 对 好多店喔 可是据说 我们现在还不能吃 超大口的 好想吃喔 但不能吃 听说我们要完成任务啦 看到满满的北海道美食 健衡和特派员都快受不了了 但每次都那么轻易 让你们吃香喝辣 观众朋友都看得生气了 所以这次啊 决定要刁难你们一下 就认命吧 两人玩骰子比大小 赢的人呢才能吃美食 不要一就好了嘛 来个六吧 四 你只能骰到五或六喔 四算中间啦 对不对 你只能五或六才能赢我 五 我赢了 健衡你运气很好喔 躲过高空弹跳 还让你吃到美食 但这次我们准备的奖金 只有五百日元 你给我台币五百 还差不多 你干嘛 你意思我能花多 可是五百块就很够吃了 相信我 美食季集结北海道各地的店家 而目前所在的四丁木 许多店家 特地推出五百元铜板美食 所以真的不用担心啦 五百块 其实我发现这里的选择 好像蛮多的耶 选不出来是不是 这个 选择困难症 交给我 我已经选好了 不是 我已经选了 这个 等一下 这个有时间限制啦 好啦 好啦 现在几点啦 现在 可以耶 差不多啦 时间差不多了OK啦 螃蟹洞 四丁木的店铺 主打的是使用北海道的食材 所料理出来的美食 不过五百日元的铜板美食 只有平日午餐时间才吃得到喔 一打开马上 好香喔 好逼人 这个单元好逼人 那个螃蟹的海鲜味超鲜的 好烦喔 而且我还闻得到味道 我觉得每一口都是日币五百元的价值 看看这碗铜板美食螃蟹洞用料实在 上面铺着满满的松叶蟹肉 再淋上美奶滋酱 重点是一份只要五百日元 CP值超级高 乔特派员可怜兮兮的 只能看别人吃 健衡说啊 他要自掏腰包请客耶 我不要喝饮料了 你请我吃这个 这个超可爱吧 对啊 这个 Oni Soft 对 Oni Soft Oni Soft一只 看到可爱的冰淇淋 特派员的少女心瞬间爆发 这个冰淇淋 一次就有两个口味 白色的是北海道牛奶 灰色的则是黑豆粉口味 但刚刚不是说 健衡要请客吗 怎么变成他自己在吃啊 别再吃了 来问一下当地人 推荐我们吃什么吧 拉麵 要不要拉麵干嘛 对对对 北海道拉麵也是必吃美食 刚好这一区有很多拉麵店 你们看看 有好多人或作或占地享用着拉麵呢 现在我们来到了五滴木 这里是拉麵区 对 你到北海道的拉麵很好吃 对 而且好像很多名店都有来 没错 我一定要选一个厉害的 等一下我们来PK 还要PK 对 五丁木香的店家们 都是使用稻产小麦制作面条 活用北海道各地食材 当作汤头和配料 想吃到北海道架杠拉麵 来这儿准没错 哇 这间店好多人喔 而且是干贝拉麵 那就排这间一定可以赢CANSA 这间的拉麵好像蛮有人气的耶 排队人潮络绎不绝 这家拉麵本来只能在北海道 二郭刺客海盐岸才吃得到 居然让我们在炸黄的美食界上又到了 不过我说健衡 你手上的应该不是拉麵吧 我的是干贝汉堡 干贝汉堡 是的 厉害吧 哇 听起来超奢侈的耶 干贝汉堡好像有机会赢特派员喔 我在吃的时候 有听到那个干贝被拉开的声音 原来干贝汉堡内馅 是用唇卷皮包裹着干贝 再拿去炸 难怪这么酥脆 我这碗拉麵的干贝呢 是来自二郭刺客海 哇 只有在地理课本才会出现的地理 对 而且不止这个干贝 其实它这个酱啊 是干贝 鲑鱼还有洋葱 所做成的三大酱 它就叫三大酱 很厉害 二郭刺客海的干贝 好细喔 它的干贝一咬下去就化开了 这碗干贝拉麵看起来相当简单 但其实使用的食材可不简单 汤头是用干贝所熬煮而成 最高级的就是这个 从厄货刺客海捕获的干贝柱 整个干贝的精华通通都有了 那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什么 是这个碗耶 对 这个碗 这个 哇 看起来好逼真的碗啊 我刚以为它是那个就是 陶瓷的 陶瓷的 不是 好啦 我觉得这一局我们算平手 美食季可不是一般的路边摊喔 每个摊位都是实际开业的店家 所以连盛装的容器也绝对不能随便 必须保持和店内相同的水准 随着时间接近中午 人潮越来越多 接着我们来到札幌名店 聚集的六丁木 这里又有什么好料在等着我们呢 哇 这一区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 对啊 好热闹喔 你看大树下 然后白色的帐篷 对 感觉很像是在欧洲耶 有阳光 有绿树 六丁木的异国氛围相当迷人 而且海鲜 牛排 异国料理应有尽有 能不能吃到这些美食 就看你们的运气囉 两人 直 拐 拐 这什么意思啊 直 拐 拐 拐 就拐 拐 为什么要直 拐 拐 拐呢 你真的写错字啦 直 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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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 一反的人 就能吃美食囉 美食 拜托 让我吃到美食 我刚刚前面 第一场已经没有吃到了 让我吃到吧 笑什么笑 搞不好你也指不到啊 我先跳个舞好了 我跟你讲 跳舞没有任何的作用 特派员也太衰了吧 又只能在旁边流口水了 牛排 它有一种咬劲啊 真正新鲜好吃的牛肉才会有的 肉汁好好吃 嗯 连肉汁都好吃 牛排的肉汁沾着薯条都那么好吃 这排牛排实在是太厉害了 集合两种部位的牛肉 一种是熟成牛肩肉 一种是吉尚合格膜 吃起来软嫩多汁 这就是所谓的北海道幸福的滋味吧 它们吃的东西看起来很好吃 很好吃 那怎么会约来这个地方一起吃午餐呢 现在四人 在体育館里面占损了 现在是午餐 二次的大厨 二次的大厨 如果有台湾的观众客来到这里 大家有最喜欢的料理 请教一下 海鲜吧 海鲜吧 海鲜料理果然是北海道人最自豪的美食 那既然北海道海鲜这么厉害 现在就来问问两位 关于北海道海鲜的问题 请回答出三种 可以在北海道捕获的螃蟹种类 这不难吧 松叶蟹 雪场蟹 毛蟹 你们两个也答得太快了吧 不过还是按照游戏规则 就赏你们最后一道美食吧 我只能说 关主 你真懂我 因为其实我来之前 我就已经调查好 我要吃这个东西 它可是那个日本 2017年的 炸黄甜点大赛的第一名 真的 炸黄甜点大赛最大的特色就是 每个参赛的甜点 一定要使用北海道产的食材来制作 而特派员所吃的苹果千层酥 就是2017年获奖的周品 它那个卡士达鲜 它上面还有香草蜜 这个饼干有一点焦糖的味道 真不愧就第一名超好吃的 酥脆的千层酥 是使用北海道产的小麦 香浓的奶油内馅 则是用北海道产的牛奶制成 而主角苹果 当然也是Made in北海道 食用前淋上覆盆梅酱 酸酸甜甜的更好吃 难怪能夺得甜点大赏 它是什么 我本来以为中间这个是冰淇淋 它就是要跟着这个酥脆的可颂 一起吃 烤得酥酥的可颂面包 加入一块抹茶奶凍 抹茶的微苦加上奶油的微甜 甜度刚刚好 现在连北海道甜点也被你们征服了 肚子应该很满足了吧 美食器除了吸引不少观光客 北海道当地的居民很享受在此聚餐呢 札幌的丰收美食器 从早到晚都非常热闹 晚上微风徐徐 和朋友吃吃喝喝小酌片刻 释放一天的压力也很不错 当然如果你的目标是一口气吃片北海道美食 锁定这里就对了 来北海道除了狂吃新式甜点之外 日式合伙子也相当有名哦 特派员说要带我们去吃 不过看它神神秘秘的 到底是在干嘛啊 看来我应该成功甩开了我的搭档肯子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间店 我个人觉得啦 它在那边的话会有点煞风景 特派员偷偷来的 就是这间位在圆山公园附近的咖啡店 听说这里贩卖着北海道很有名的和果子哦 这间店最有名的东西就是大福了 这里的大福又叫做风帘大福 是北海道风帘亭有名的伴手礼 风帘亭是糯米之乡 这里的糯米所制作的大福 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外皮特别软Q 比较不容易印掉 所以很适合拿来当做伴手礼哦 老板特地将风帘大福引进到店里来 让炸晃的客人也能品尝到 用日本顶鸡米所做成的大福 为什么这家伙神出规模 我才没有跟他做同营桌呢 你怎么在这里啊 所谓百密必有益书 都忘了先行对咖啡店朋友研究 Ken长 你这个门外汉 来这间店就是要吃大福 你点什么咖啡 大福才是重点 好啊 那我们来吃吃看啊 干嘛 大福既然是我买的 当然要玩一些小游戏 你才能吃 你才能吃一口 你现在骗馆主了 好 这个是什么 它上面有提示 它东西已经在外面了 猜猜看 真一颗 提示一 它是绿色的 提示二 跟杰克有关 豌豆 特派人真的是佛星来的 提示也太明显了吧 不过这个豌豆口味的大福 还是第一次听过 好吃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Q度 这个大福一般不会这么Q 另外店员刚刚也推荐 艾草红豆口味 枫莲糯米加上艾草 柔制成QQ外皮 内馅也是选用北海道产的红豆 吃起来口感相当绵密 还有浓浓的红豆香 不愧是店内人气商品 但比较好奇 北海道特有的蓝店果大福 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 它真的有那个 莓果类的酸酸甜甜的在里面 在大福中包入蓝店果 完全不甜不腻 很适合担心太甜的朋友享用 枫莲大福的口味 真的非常多样化 依照季节 也会推出限定口味喔 吃完甜甜的下午茶 现在来点新鲜的吧 Kessa你有看过我们家坡的 那个火力全开大胃王 有啊 很好看 那你知道 里面有个北海道出生的大胃女王 对 她也有来吃过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间店 这个店还在吗 还在 在那儿呢 没有被吃垮 没有 能满足大胃女王的胃口 相信这些料理的份量 应该很不简单 每天到了晚餐时间 时常客人满座相当热闹 这次店家特地在非饮宴时间 让拍摄小组进入拍摄 看看店内有那么多名人的签名 好像真的是 今天很厉害的店耶 配上我跟你说 来到这间店 一定要点一道料理 会让你毕生难忘 毕生难忘 你也太夸张了 我跟你讲更夸张的在后面 来 然后我跟你介绍 这道料理的规则如下 第一 这道料理呢 你要全部吃完 否则就要捐小钱 做点好事 捐出来的钱 可不是店家自己拿走 而是捐给地方上 协助清扫河川及大海的人 还有捐给在海上遇难的渔夫家属 所以是很有意义的募款 好 第二点就是 料理端上来 到它完成之前 你都不能碰它 我跟你讲 不行 这关心到第三点 我要讲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 如果你违反第二点的话 你知道料理会 立刻地被没收 蛤 有这么多规则 观众朋友 你们猜到 是什么料理了吗 それでは 太多了 太多了 好好玩 原来这道特别的料理 就是成道快满出来的鲸鱼卵丼饭 这道不但是店家的招牌料理 出菜的方式 也常被客人上传到网络社群 而广为流传 人气爆棚 刚刚在喊那个是什么 美味 感觉的美味 感觉的美味 一天几公斤 无法免得太多 有时不足够12公斤 对吗 当然是12公斤限定的 但我有一个问题 他们三个都光头 他们该不会是少林寺来的吧 倩盒 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如果是真的 你们说话可要小心点 对吗 对吗 现在已经有充足了 对吗 这间店的老板 以前曾是渔夫 所以对于店内海鲜的品质 非常讲究 像这碗鲑鱼卵丼饭 就是使用北海道 罗旧地区产的鲑鱼卵 再用特制酱油腌制而成 在店里除了能吃到 咕咕咕咕咕满出来的鲑鱼卵丼饭 还有许多来自罗旧一年四季 擅产的海鲜料理 爱吃海鲜的朋友 千万要提早定位喔 我觉得我今天是保到这里了 虽然很幸福 但我已经保到头顶了 真的喔 如果等一下制作人都胆 再叫我去吃东西 我就不录了 不要这样子 我还想录啊 两位不要耍任性嘛 北海道美食这么多 不多吃一点 怎么对得起自己呢 不然坐个缆车去山上看个夜景 顺便走走帮助消化一下吧 我知道北海道的那个 韩馆百外夜景很有名 这你就熏掉了 现在有新三大夜景 分别是长崎 神户 札晃 2015年日本为了推广 更多地方的夜景观光 经过夜景建立式的投票后 重新选出日本新三大夜景 而早檐山就是欣赏 札晃夜景的好地点 很多情侣会来这个地方约会 因为特别是在黄昏的时候 这里真的非常的浪漫漂亮 哇 早檐山的日落真的好美哦 早檐山是由婚纱之母贵尤美 所选出来的恋人圣地 展望台助立着一座幸福之钟 在恋人锁上面写下爱的祝福后 可以把它锁在围绕着钟的栏杆上 等着等着 夜色静静暗了下来 札晃市区的灯火也慢慢清晰 就像一片光的地毯一样相当迷人 你看后面这个城市点点的亮光 真的很像宝石一样好漂亮 大家仔细找找 有没有看到小小的札晃电视塔呢 看完了夜景之后 你不觉得因为冷冷的 对 所以我们应该要来去吃热热的 热热的 有汤的 有汤的 对 拉面是吧 哈啰 两位 刚刚不是说过已经饱到头顶了吗 还要吃拉面是怎么回事啊 不过说到这里的拉面 一点也不马虎 无论是面条 汤头 蔬菜等 都是使用北海道当地产的食材 汤头以臀骨为基底 不添加任何化学调味料 希望来这里用餐的客人 能真正吃到健康有新鲜的拉面 说我眼花了吗 你现在是在拍戏吗 会不会其他人其实都看不到 会不会是整人节目啊 你说不好笑见四重吗 然后把我们带了北海道 然后要整我们 有这么多经费 可以这样整我们 真的 我们也被搞混了耶 拉面店出现战国武士 到底在演哪一处啊 决定请他出来问问看 这个格好 那为什么他要穿这样啊 好多的东西 我们在开展时 我们的主持人 那有一点 是想要不超乎 准备 可以清理一下 大型 现在我们的店 开展了 这个厅 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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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清理一下 所以我们的地方 可以清理一下 是终于完成这套独一无二的武士盔甲 多少钱 50万元 要加50万日币 好贵重的一套工作服 这个学校庭的大面是很厚的 很厚的 很厚的 厚厚的空调也很厚的 这种动作不是很厚的吗 完全 好灵活 看到武士店长在厨房切菜煮面 都行动自如 虽然很多客人慕名而来 但也有人进来吃面吓了一跳 所以非常惊讶 观众朋友来札幌想吃拉面的话 不妨来这里 点碗热腾腾健康新鲜的拉面 还能一睹武士店长穿盔甲 在厨房煮拉面的帅气模样